前段时间一段名为大鸟阿里自射不雅视频 因从小沈阳的微博账号流出 小沈阳因此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小沈阳不愿多谈此事 只表示毕竟不是好事 我就当作是一个玩笑 我也是爷们儿 这种AV片我也看 很平常的一件事 小沈阳还透露事件发生后 师傅赵本山还很担心 特地打电话询问此事 问小沈阳发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此外对于登陆自己账号发布视频的朋友 小沈阳并未与其翻脸 他表示都多少年的哥们了 能怎么定 这多大的事谁还不看黄天 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